好,大家好啊,我是博德西,继续为大家更新《志愿传》系列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甘露寺中的住持,静暗 甄嬛伤心离功后,到了甘露寺修行 甘露寺中的静暗住持给人一种温和、善良、甚至是一种懦弱的形象 他貌似处于一种没有主见,被静白所操控的状态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如果静暗真的如表面看到的一般,他又是如何做到住持这个位置的呢? 更相反,静暗在甘露寺后的表现恰恰体现了他的领导能力和职场老油条的一面 在分析静暗之前,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职场领导老油条的特征 一,洞察上意 二,保持表面平和 三,树立一定微信 四,言辞圆滑 五,不轻易表态,爱祸悉尼 六,有亲和力 七,爱冠冕堂皇 甘露传中的静暗戏份不多 但以上表明自己的态度,自己会严格遵守公理 也就是上面的意思 一个皇上方相对中立的势力 一个便是皇后方打压甘露传的势力 除了会有小伙伴质疑 此时的皇后一方是否向寺里交代了为难甘露的事 毕竟初次挑明是在后妃祈福后 不过我认为 此时虽未明确交代 但也可以见一些端倪 比如静白的为难,孤子的冷漠 如果皇后并未受益 起码也会留给甘嬛一个干净的产房吧 所以我认为在甘嬛入寺前 皇后的态度便已经传达了 很快便迎来了后宫嫔妃到甘露传祈福事件 竟然表明立场 不是我要为难你莫仇 是不得不如此 甘嬛毕竟是宫里出来的人 自己也不敢轻易得罪 最后就是第48集 甘嬛被赶出去这场戏 此时甘嬛身上又多了一股太后方的势力 太后方的态度是保护甘嬛 于是此时的竞案便更为难了 行了行了 你们怎么给他零碎折磨瘦的 我早就看在眼里了 真就这么容不得他吗 先是向甘嬛表明立场 才说肺劳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大夫来看过说是肺劳 我只可得厉害 莫仇啊 眼下你这身子这么不好 他们又怎么都不肯跟你共处 不如先搬出去吧 竞案抓住了两个重点 一肺劳 二重箍子排斥甄嬛 先前静白多次为难甄嬛 竞案都视若不见 一与维持寺庙中的表面平和 唯独这次主动站了出来 并发表了意见 此时的甘露寺顶着上方皇后太后两方压力 怎么做都不合适 于是竞案就借这次矛盾赶走甄嬛 一来冰天雪地赶走生病的甄嬛 能不能活下来都说不准 算是给了皇后方交代 二来竞案抓住了甄嬛疑似肺劳且引发重怒的理由 用为了保护寺庙中人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赶走甄嬛 那么来日即便太后方问及 竞案也有肺劳这种让人无法反驳的理由去应对 从而做到双方都不得罪 倘若竞案并无此心 大可为甄嬛请一个医生来诊治 便可以平息无疑 所以竞案并不在乎甄嬛是否有病 只是抓住机会甩掉这个大麻烦 离开甘露寺的甄嬛便和他没关系了 竞案住持和静白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竞案既完成了上方的任务 对下又或悉泥找理由 维持自己和善的形象 如此努力下在甄嬛回宫时 不仅没被责怪还受到了家赏 真是个老油条 至于甄嬛有没有看透竞案的真面目呢 这点就留给屏幕前的小伙伴讨论吧 以上完全是我个人观点 如果小伙伴们其他看法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 好了今天结束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三连 祝大家发大财 爱你们哟